大家好 很多朋友喜欢在自家自己扦插一些多佑 常见的叶片扦插和静调扦插 我这里就有一盆多佑的叶片 还有多佑的头是昨天剪下来的 因为出现土壮 所以把它修剪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扦插 我这两盆是前段时间扦插的 已经长根冒芽了 首先我们扦插用到的是活砂 活砂有很好的白水透气性 首先红砂我们用多精灵 一对一千毫升的水 把这个红砂放下去浸泡 主要是杀精消毒 首先是叶片扦插 叶片扦插的话比较简单 叶背向下把它平躺 在沙土上面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长根冒芽是从这个节点上长出来 所以说我们扦插好之后 不要马上给它浇水 把它放在通风明亮的地方 养护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多用的头扦插 剪下来之后我们要把这个伤口完全晾干 把靠近底部的叶子给它掰掉 然后把它慢慢地扦插下去就行了 平时的养护就是把它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看这个沙子如果是微干了 拿喷壶给它喷到微湿润 保持湿润更有利于 路用长根冒芽 每隔10天用快速生根粉一对一千毫升的水 给它浇透 因为生根粉含有天然的活性生根物质 能促进这些多用快速的长根冒芽 好了 喜欢扦插多用的花园门 这个方法扦插长根冒芽特别快 好 再见 感谢